今天我们开这个记者会是针对我们南投县教育处的营养师以及物理治疗师 教育部提供经费补助县市政府设置四位营养师及三位物理治疗师 议员们针对营养师及物理治疗师不被县府所尊重 召开记者会议员陈昭玉表示 判县府回归营养师及物理治疗师的专业领域 要怎么样来提升我们南投县教育的一个品质是我们当务之急 尤其从我们这份资料可以看到南投县现在在教育处 有三位的物理师以及四位的营养师 但是都没有回归到专业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尤其营养师我们学校那么多 我们怎么样将我们的营养午餐的一个品质来提升 严格把关食味胃胺的一个问题 以及我们的物理师我们胡远那么辽阔 有那么多一个特教班 仁爱 信义 甚至很多的学校的特教班 老师甚至都是代课的 为什么不让他们回归专业 把专任的营养师及物理治疗师当行政人员使用 议员林永宏表示 县政府教育处应重视营养师及物理治疗师的专业 而不是大财小用 南大观政府告诉 专业的三个物理治疗师及四个营养师 他们告诉人员说要让他们回归专业 他们本身是专业的人材 物理治疗师对这个特教生的帮忙很大 但是南大观政府都让他们去办一般经济的工作 建议他们的专业物理治疗师 全会发挥 而不是像教育处指派那么多的一般行政的业务 来给他们拔掉 结果他们的物理去做营养午餐的业务 这是造成很大的学童的健康的障碍 回归专业 回归专业 县府安排专业营养师及物理治疗师做一般职员能胜任的工作 不仅是大财小用 完全违背教育部补助各县市经费 议员们表示 潘县府重视专业人员应有的尊重 并积极处理营养师及物理治疗师回归专业领域 明日新闻马严达南头采访报导